有的灵魂生来敏感 就这么清楚一下 丁线就跟见了鬼似的 猛地往身后弹开 后几倍贴上冰凉的绿色墙面 眼睛瞪得同龄大 像只受惊的 小鹿呆愣愣地看着面前的少年 周思月笑了下 转过身用一道圆润的抛物线 把篮球投进教室后方的箩筐里 才转回来 斜看他说 傻不傻 这是水 丁线这才发现他的颈上 脸颊轮廓 都还挂着秘密的水珠 正顺着他的流畅线条 往球衣里面滚 哦 丁线离开墙面 镇定地把椅子拖回原位 周思月 笨 说完也不搭理他 随便抽了本书 摊开 随意翻了一页 一边看 一边抽了本书扇着风 额发随着清风晃了晃 一切都是少年该有的模样 最近班里事情多 又是竞选班委 又是运动会报名 摸底考之后 是为期三天的运动会 然后才是国庆放假 孔沙迪想竞选文艺委员 宋子齐想竞选体育委员 高中的时候 谁都想在班里捞个一官半职 顺便测试测试自己领导力 和管理组织能力 班长团之书学习委员这种职务 真的事情多又繁杂 于是 文伟和体委那时候 成了热门岗位 宋子齐怂恿周思月 跟他一起竞选体委 被周少爷一个嘲讽的笑容接过去 想想也是 周少爷怎么可能竞选班委 他根本不需要测试自己的领导力 他跟他爹一样 天生领导架子 但又偏偏不拘约数 孔沙迪又怂恿丁县 献献 我觉得你要不去选学习委员试试 团支书或者纪律委员都行 说完还不等丁县答话 就直接让宋子齐给写上去 不要 他声音又大又尖 像被人踩了尾巴的小狗 惊得连一旁看书的周思月 忍不住抬头扫了他一眼 谁又踩你尾巴了 丁献这才回过神 缓了声跟孔沙迪说 别写 我不想当班尾 虽然知道 这里不是严平那个乱七八糟的学校 但是他只想安安静静学习 实在不想身上挂乱七八糟的植物 孔沙迪被吼愣了 脑子转得慢 好半天才嗷嗷嗷地反应过来 让宋子齐划掉 周思月若有所思地 看了丁献一眼 小姑娘心思细腻 察觉到回看过去 两人目光在空气中相撞 却颇有默契的同时别开 讲台上闹闹哄哄 开始竞选班尾 宋子齐以高票轻轻松松 拿下体育委员职务 在讲台上少年冲这边的周思月 抛了个媚眼 不知道两人在之前打了什么鬼主意 自古文体是一家 在宋子齐的体位稳定之后 孔沙迪更加迫切地想要拿下 文艺委员这个职务 结果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向来在班里话不多的杨淳子同学 忽然申请要当文艺委员 如果周思月是班草的话 那杨淳子应该就是班花了吧 这姑娘也算是个女版的周思月了 中考成绩701 钢琴10级长得又漂亮 其实说不上特别漂亮 当然如果算上前面这些定语的话 她应该是学霸李鼎漂亮级别的 丁县一直认为 这个班里最好看的是孔沙迪 前提是孔沙迪如果不说话的话 一说话谈吐集不上人家的一半 杨淳子和孔沙迪 你选谁啊 丁县问一旁正份笔记书写题的周思月 选什么 周思月显然不在状态 只顾笔下的题 丁县深吸一口气 扣扣她的桌板 选班尾呢 你好歹也有点集体荣誉感啊 周思月好笑地看着她 你这么有集体荣誉感 你怎么不去选 你去选 我选你 选我干嘛 小鹿在心里扑通扑通乱撞 她心虚又急切地说 因为你傻啊 现在是选沙迪和杨淳子 少年想了下 给了答案 杨淳子吧 丁县忽然沉默 孔沙迪不会因为周思月不选她而难过 但丁县却因为周思月选杨淳子而心里发色 在那时 就连周思月多看杨淳子一眼 丁县都会默默低下自己的头 然后深谙自己跟这些人的差距 深谙 像周思月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会喜欢自己 或许 她跟她的每一人同桌都是这样 也许 三年后 她去杭州 她留北京 然后在这里发生的一切 像是一场绚烂青春的南科一梦 最终被时间烧成一把荒唐 丁县忽然开始审视自己 她差点忘了自己该做什么 她到底跟周思月不同 她有广阔天空 她自由散漫 生性洒脱 北大清华正在向她招手 而她呢 注定进不去她的生活 是注定的 认清这点之后 丁县忽然振奋起来 忍不住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你之前都在干嘛啊 周思月瞥她一眼 笑着调侃 脑子本来就不灵光 再打 还想不想考大学了 钉线头也不抬 考啊 当然考 周思月 这是想好考哪了 杭州啊 一直都没变过 周思月摇摇头 如此不可教 非得人人考清华北大 才是可教 周思月 见丁县动了真格 一下子收了笑 翻着书 无所谓地说 我随便一说的 你想考哪考哪 我当然没意见 之后的日子 忽然恢复了正常 周少爷依旧老神在在地 看着她的课外书 丁县继续跟不要脸的数学死磕 下课照常跟孔沙迪 一起手牵手去厕所 孔沙迪的长相 总是频频惹其他般男生的密切关注 而丁县就跟个小丫头似的 跟在她身边 哦忘了说了 孔沙迪的文艺委员位置 被杨淳子截胡了 虽然孔沙迪面上不曾说过什么 但丁县能感觉到 她的不开心 以及对杨淳子的敌意 女生之间的心思 真的特别敏感 一个眼神就能感觉到 两人之间不对付 然而 这在男生那边行不通 这俩边都快打起来了 那边还傻呵呵地挠着后脑勺问 你们干嘛呢 当然了 杨淳子压个儿 没把孔沙迪的恶意放在眼里 人家还是春风一般的女神 风里来雾里去 路上碰见点头相试一笑 然后偏偏然从你身边 跟个仙女似的飘过去 这边孔沙迪已经快把后槽牙给咬碎了 吐出一字 装 哪里装了 丁县觉得她很自然 自然的像是真从天上飘下来的仙女 于是她拍拍孔沙迪的肩 劝说 极度使人丑陋 孔沙迪吓得捧脸 真的吗 丁县望着杨淳子的背影 认真点头 是的 孔沙迪却忽然捏住她的双肩 无比真诚地说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你打扮起来 不比她难看 说完对着她的脸端想起来 真的 你就是额头有点高 你去剪的刘海遮一遮 怎么样 周末陪我去剪头发 说白了 就是想她陪她去剪头 想我陪你去剪头 就直说 周末得帮弟弟补课 出不来 孔沙迪抱着她的胳膊撒娇 怎么每回找你都没时间 丁县低声说 真的没时间 好吧 孔沙迪失望地说 那我只能找以前的朋友了 不过我说的是真的 其实你很好看 就是额头有点高 脑门看上去大 但是只要遮一遮 真的会好看 丁县哪敢剪刘海 不敢有这念头 头发上毛洞一根 夜晚闲会跟她拼命的 算命的说脑门大以后 会当官 不能遮 孔沙迪被她逗得咯咯笑 你还信这个 两人回到教室 周思月惯常懒散的姿态 靠着椅背 跟宋子齐闲扯 丁县刚坐下 一张纸拍过来 定睛一看 运动会报名表 干吗 周少爷 翘着二郎腿 报名呗 三班女生少 只有十几个 每人报两个项目 也是将将凑齐人数 钉线深知 不能脱班级后退 拿着报名表端 想了半天 决定找两个 能混过去的项目 跳远和跳高 刚写完 就看见杨淳子 从前方走过来 丢了两张表格 给周思月 跟你同桌填一下 然后丁县看见周思月忽然 把翘着的二郎腿 给放下去了